大家好,前段时间,推特上流传了一段视频 就是一个解放军的侦察车 在狭窄的山路上遭遇了数十名印度军人的包围 一名解放军遭印军推倒在地 指手持着长盾保护自己 但是仍被印军用石头长棍打得头破血流 其中有人用普通化汉,后退 后续是大量的解放军到场增援了 双方相隔数十米对势 但是推特的视频没有后半部分,只有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是引用了印度电视台的 印度电视台只报道了部分的真相 我们以前老说有精美的,有精欧的 还有精印的,推特上,包括YouTube上的一些频道 就在精印拿着印度断章区域的视频 或者说只有一半真相的视频 在那里大家的嘲讽,这个解放军的战斗力不行 这个战狼,战狼牛逼吹的响 对吧,在现实当中连阿三都打不过呀 等等等等等啊 首先啊,我说这个战狼是个电影 对吧,而且战狼这个称呼本身就他们起的 自己立个靶子自己打 他们自己起了天天污蔑别人 如果非要说这个电影啊 美军的电影能吹,可比我们厉害多了 我能举出一万个例子 不想详细的举了,没有意思 美国的电影啊,又还有超级英雄 对吧,你可以说超级英雄不是美军 美国那个军队的电影 那也能吹得很啊 秒天秒地秒杀空气 结果去年对吧 这个伊朗都把你搞得悲夫的 变消他得很嘛 哎呀,那么后续呢 就是多名印军呢 向解放军投掷石头 对吧,双方对峙呢 然后解放军大批的赶到了现场的增援 那么双方呢,用石头长棍交锋 出现了一些伤者吧 对吧,引发了班公湖大战 班公湖大战 但其实规模也没有那么大啊 也没有动枪 解放军呢,一共打伤了75名的印度的士兵 那么缴获了武器一批 此事啊,很快就通过两军的前线会晤解决了啊 据一些消息吧,我不合适真实性啊 说印军啊,被归还武器 对吧,被释放之后 非常的高兴啊 说在解放军的军营里 吃得好喝得好 解放军优待俘虏是仁义之师 结合去年啊 去年印度有一个飞行员 对吧,战斗机的飞行员被巴勒斯坦俘虏了 这个是有视频的 巴勒斯坦军营呢 还请他喝了巴勒斯坦红茶 他也说呀 这个巴勒斯坦吃得好喝得好 巴勒斯坦的士兵啊 非常的友好 巴勒斯坦的红茶非常的好喝 有先例在这里呢 对吧,这个印军啊 有的时候 怎么说呢 你说的斗逼也好 或者说的心大也好吧 所以我不排除会有这个可能啊 那其实印度的新德里电台啊 也说啊 在加勒万河谷冲突 对吧 德明印度士兵被绞了 被俘虏了 被绞了武器了 那么后经双方共同归还了武器啊 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啊 很多 对吧 包括之前 也有啊 前几年 闹得呢 稍微有点大 我们后来还在朱日和越了个兵啊 然后印度就退了 印度啊 其实有个特色啊 你跟他在院里讲理的时候 掰扯的时候啊 他就直接闯进你的客厅了 要站着你的客厅不走了 你从客厅给他撵出去呢 他就站在门口里 对吧 又要赖在你的门口里了 然后说门口是我的 其实本身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在院里的 得寸禁止啊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对印度呢 也不能客气啊 印度呢 目前呢 对吧 在加勒万地区啊 也增兵了 其实我们呢 也增兵了 那么也是新德里电台啊 报道了加勒万河谷的卫星图 说中国军方已经有四排五十顶帐篷了 而且有直升机 在加勒万河谷上空巡逻啊 还派了重型卡车等等等等 呃 其实网上呢 也有双方对视的视频啊 其实就是在吵架 呃 有几个印度士兵和中国的士兵 那个中国的士兵啊 还会外语呢 用英语啊 用英语跟他咋的吵 旁边有一个应该是基层的干部 呃 不知道是连长团长还是营长啊 不知道会不会英语 对吧 就老咋的说 我再讨厌你们这帮日族人了 去你妈的 给我滚 对吧 反正就骂他们 然后旁边有个士兵呢 就有英语 反正跟他们 反正 用东北话讲 鸡子掰裂的吧 大家态度也不好 就在那儿 算是讲道理吧 对吧 呃 所以很多网友说呀 看到基层军官如此的血性 我们就放心了 说的是那个骂人的 我估计骂人那个军官不会英语 啊 这一个说明啊 基层军官有血性 另外一方面 对吧 说明这个边防战士啊 这个学历啊 素质啊也 也在提高 最起码会英语 而是英语挺流利的啊 我看跟印度人吵架 那英语叽啦呱啦的 对吧 英语也非常的流利啊 呃 当然啊 我看网上很多人讲 打的一拳看 免得百拳来收拾印度 难道还打不过他吗 这个毛泽东语录啊 也不能不分条件地点 随随随随随地 往上套 对吧 这是一个啊 二一个 1960年 我们打印度战争 是利用了 美苏之间的剧烈的冲突 无暇顾忌这边 对吧 直接就跟印度打了一仗 而且快进快出 打完赶紧就回来了 印度难道就不会利用国际形势吗 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 印度也是利用国际形势 中美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能上当 就是保证啊 在这个地方了吧 就我们占领的地方哈 或者我们的国土啊 不损失他不要得寸 禁止就行了 但是没有必要在这里 跟他搞大规模的冲突 毫无必要 这个是川普希望的 所以呢 川普就说了啊 前两天就说了 中国和印度啊 在边境有冲突啊 对吧 我要去给你们调停一下 中国就说拒绝调停了 这是中印双方的事情 地方的势力不要插入 对吧 那么其实印度呢 可能是希望美国插入 想把它国际化了 对中国来讲 对吧 这个事情就中印双方解决 外部势力不要介入 你一介入这个事情 就复杂了啊 哎呀 川普吃了一鼻子灰吧 但是客观 从我们的角度讲啊 现在中美矛盾 是个主要的矛盾 其他的呀 就是让渡 先让渡再说 对吧 如果呀 你和中美之间 我们现在主要是 经济战贸易战 热战很难啊 但是就是经济贸易战 你能打个平手 对吧 综合国力大幅度的提升 其实你包括印度这些 就不叫问题了 这就是抓住主要矛盾 现在矛盾很多 抓住主要矛盾 马折嘛 如果你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对吧 譬如跟印度这个 搅和起来了 它会严重的拖累 我们和美国的这些斗争的 会严重的拖累 那你如果和美国的斗争 这边失败了 你可能印度这边也不 甚至说哪怕是印度这边 对吧 就打了印度了 那有什么用啊 你要占领了印度的土地 咱假如说 占领了印度土地 人口密度那么大 人口素质又低 对吧 又很糗 你还得去扶贫呢 没有意义 是吧 没有意义啊 对吧 所以啊 凡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吧 对吧 抓住主要矛盾吧 关于印度啊 就是不让他进客厅 也不让他站在门槛上 对吧 在院里的事啊 或者在门口的事 就把他赶出去 在门口的马路上解决 对吧 就是门口也不能进 就在门口的马路上解决 这就够了 我们也没有必要除去清门大户 对吧 上印度 穿过门口的马路 上印度的门口 也没有必要 对吧 那么很多呀 包括其他的藏男等等 这些问题啊 对吧 以后再说吧 这都不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啊 嗯 中美之间吧 现在这个情况 中美还是主要的啊 包括印度一样 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 当然其实中国和印度之间这个事啊 乱七八糟挺复杂的 有很多对吧 还有水源的问题啊 对吧 西藏的重要性啊 就在这里三江园 呃 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印度的新德里电视台说了 因为中方不断的加剧冲突 不断的挑衅印度 对吧 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啊 然后还说了这个巴勒斯坦 啊 不对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等等 这个也在蠢蠢欲动啊等等啊 所以 我们暂时无力顾及新冠疫情的防御了 注意这是重点 无力顾及新冠疫情的防御了 和中国也好 和巴基斯坦也好 事情就是印度挑起来的 呃 挑起来你反击了对吧 他把这个画面给你截一半啊 告诉印度人民这个 中国巴基斯坦 又在清占印度的土地了 我们要保卫家园了 我们 顾不上防治新冠了 这就是重点啊 印度其实 这个疫情啊 也挺严重 啊 检测能力非常不足 即便在检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暴露出来的数字也很严重啊 对吧 而且造成经济的损失 很多呀 尤其是城市的农民工 都被撵回老家去了啊 我看介绍在这个路途当中 还死了不少人 对吧 我在踩死的 我都撞死的 还死了不少人 那这个国内的民怨也很大啊 而且这么大的失业率 回老老家也没有工作 城市里失业率也很高 而且疫情呢 又很难做到彻底的防治 医疗系统又不行 是吧 那就得找个背锅的吧 是吧 这个时候啊 中国和巴基斯坦就背起这个大锅 然后他就顺势而为了 说不是我们不防疫啊 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要打我们啊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那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